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居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133页140经 讲到有这么一天 佛在辟也离弥猴尺侧 从隔讲堂 就是在辟舍离城 从隔讲堂 这个时候世尊跟比丘说 多闻圣弟子 于何所见 非我不亦我不相战 如是平等正观如实之见 那么这个是佛常常在跟弟子说的 怎么样正无我 这个佛 那时候反过来 问这些弟子 那这个多闻圣弟子 我们会发现到佛陀 在说明一件事的时候 通常会用两个很明显的比例 有明显的不同来说明 一个就是佛弟子里面 多闻圣弟子 一个就是鱼吃无闻凡夫 那么这个鱼吃无闻凡夫 也可能是佛弟子 也可能不是 那有些佛弟子也是没有多闻 那他会举两个 一个就是 现在已经成就的人 那么 或是有所成就 或将得成就的人 这些人 那他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有成就 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成就 为什么人这些修学佛法会得到 得到佛法的受用 为什么这些人没办法 原因出在哪里 我们会发现到佛法 就是佛陀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常常会举多闻圣弟子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智慧多闻圣弟子 一个就是鱼吃无闻凡夫 所以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表示 所有的佛法的学习 都是在学习智慧 所有的智慧 都是在调服烦恼断除烦恼 那么调服烦恼断除烦恼 从佛陀的角度看 又有两种 一种就是调服自己的烦恼 一种就是调服别人的烦恼 那么他都有所谓的方便 就是说 所谓的方法 善巧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证得无我 从哪一个角度 从哪一些地方去证得无我 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人 这些人可以 可以 怎么 多闻圣弟子是从哪里 与何所 从哪一个地方见到 就是能够知道无我 那么不亦我不相在 就是非我不是我 能够见到无我 这个无我包括三个层面 就是 非我 不亦我不相在 基本上就是 五蕴不及时我 离五蕴也没有一个我 也不是我在五蕴中 也不是五蕴在我中 基本上就是 我的三个层面去看 是我 义我 相在 那么就是义跟义 那么的问题 好 那么就是说 他们怎么样去观察 从哪一个角度 从哪里去观察如实正观 这里讲的平等正观 如实之见 也就是如实正观 那 才能够知道无我呢 那佛陀 这个比丘就跟佛说 那么 福祉均为法跟法眼法义 通常佛陀 这个是他们的习惯 就是说 应该是 结极经典的这一些 人 那么就变成一个 有一种固定用语 所以你会发现 阿安经里面有一些固定用语 那 可能就是佛常用 后来他们就以这个为 所有问答的一个 大概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比丘就会这样 世尊是佛法的依规 是佛法的引导 是佛法的根源 法是从佛这边说出来的 那么所以 佛比我们更知道 类似像这样 佛应该为 那么 那么 这个 希望佛为我们说 其实佛这样问 并不是真的要问他们 那么也有可能是要问他们 但是就是说 就算这些比丘就算知道了 那观公面前耍大刀 他也 他也 有些他可能也不会说 就是先 先尊重佛 那有些他基本上也不是很知道 也不敢讲 所以就会 基本上都会这么说 就是 那么 世尊是一切法的根源 是一切法的依规 是引导我们正得一切法的 那 希望 那么世尊为我们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 到底要 因为 怎么正得无我 这个是一个关键 怎么正得无我是一个关键 那要正得无我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你要知道 我的我爱跟我的我贱 通常我们执着我 都是在哪个地方生起 在哪一些境界上 那么 执取 那么我们起这个我见我爱 那 你要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那个因 或是那个根在哪里 那么 你才从这个地方 渐渐去降服它 然后断除它 所以 这个 比丘 就跟这个佛说 希望佛为我们说 那 这个 佛就说 好 那么 你仔细听 好好想 地听地听 善失念之 那么我现在为你讲 那 多文圣地子 一个智慧 多文的一个圣地子 那 他于色 其实就是在五蕴上 就是他会观察这个色 这个色在五蕴上就是观察自己的身心 那么 如果在六蕴上 那么 这个我们现在想想 运相应 就五蕴相应 它基本上是从自己的身心去做观 如果是六蕴相应 通常是从境界上 因为境界会投射我们的心 通常是这样 所以五蕴的色跟六蕴的色不一样 这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读了这么多道理 我们要会用 通常观五蕴色 受 想 行 是 他通常这个是观自己的身心 观自己的身心 从自己的身心 因为有些人 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或是你 你打坐的时候 或是你在诵经的时候 通常都是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是自己面对自己的 很长的时间 比如说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在上厕所的时候 你在睡觉的时候 或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 看每一个人的工作 或每一个人的年纪 老年人 面对自己的时间比较多 小孩子面对自己的时间 可能就比较少 因为他通常都是被父母照顾的 通常都有境界的 通常都有境界的 那么随着年纪大 那么可能 年纪越大 孩子都不在了 或是凶事前院不见了 他面对自己的时间会比较多 那我们一般人其实也会 像出家人的话 看到场 面对自己的时间也多 比如说你在用工的时候 你打坐 打坐的时候 就算旁边坐的都是很多人 这个时候你关注的还是只是自己而已 但是如果是 如果是一般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 然后在家庭 在什么面对 还是面对很多人 不过这个时间看每一个人不太一样 就是比例不太一样 不过你年纪越大 你面对自己的时间就越多 那通常我们 我们会起反应 身心会起反应 会有所谓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无名相应的 叫做烦恼 烦恼基本上分三种 就是贪嗔痴 高兴的不高兴的 也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但是你也不是去观照你的身心的 反正就是你也不当一回事 也不管那么多 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贪嗔痴 那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过的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这样过的 不管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还是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通常就这两种而已 你不是面对自己就是面对境界 就是在做梦的时候 你也是面对境界 那么你不是面对自己就是面对境界 在这两种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观察 怎么样去观察 因为通常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 讲无印无我 讲我见我爱 基本上我们听只是听 但是到这个事实上是 讲这一些是让你做下来的时候 才能观的吗 其实不是 你平常就要这样熟练 平常就要熟练 就好像你算数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你在课堂上 你在课堂上 考试的时候才开始算的 不可能 你学了之后 你平常就要算 这两棵树加三棵树五棵树 这三个人加五个人 这八个人 这五五二十五 这个六五三十 你平常就要这样算的 你不是可能 考试的时候才在那边运想的 没有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那么 你考试教的 或是课堂教的 也是要你出来到 这个外面你可以这样算的 你要能够运用的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人学习佛法 会把佛法留在课堂上 或是留在这个经本上 那么很少就 在见诫的时候你会运用 很少 那特别是无我这一部分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平常在用的 一定要好好坐下来想才可以的 不是的 那么你课堂上的 或是你坐下来想清楚的 就好像禅定 禅定当然你要坐下来观 但是真正的禅定是 你行住坐卧你都安定 他你由禅定出来的那种余事 或是那种力量 那种 那种功德力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 那个定的功德力 可以让你的心 面对任何状况 都很安定 因为你习惯不对境界直取嘛 你直取情取 你只直取什么 直取你的方法 比如说你是观呼吸的话 假设你是观呼吸 那么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即使有很多境界 很多声音 因为就算你在静坐也有很多境界 这时候想前事都会有 等一下声音 等一下味道 等一下这个感觉这边痒那边痒 那么等一下这个声音 那个声音 就好像你住在山里面也有声音 宠教的声音 风的声音 都会有 那么你怎么样 如果你去执着这些声音 你就不用打坐了 所以你会把 你会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你的心 不断的拉回来 久住心嘛 久住心嘛 内住续住安住静住调顺 急进最急进 等词专注于去 那么专注于去等词 那么这些 这些基本上都是 让你的心安定下来 好 那这个是关于定的部分 那你如果入定了 你出来的时候 你即使境界 你不在定里面 你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依然 因为你修过定 这些定有余事 那么它依然会保持那种力量持续 让你面对境界的时候 心依然是稳定的 这个是定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来讲会的部分 会的部分 定的部分就是专注 定的部分就是专注 专注于去 那么任运自然的专注于去 专注 那会的部分呢 就是亲明 专注亲明而已 清楚明白 那么我们学习定 我们会知道 我们刚打坐出来 眼关鼻 鼻关心 你关呼吸 不管有什么境界 你就是关呼吸 心专注在这个呼吸上 没有其他二项 所以当你不打坐起来的时候 因为你的心 身心进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即使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也不会 哈 赶快用跑的 啊 铃声响了 雷不及了 赶快跑过去 不会 你也是会慢慢这样走 因为你那个身心正处于平衡 你也是会慢慢走 慢慢走 讲话也是 你会 你会不会很气 怎么样 不会 因为你那个心 已经到达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些境界 虽然也不断不断的陷阱 但是你对这些境界 止取力没那么强 你会习惯 习惯拉回到心安定的这一部分 好 那会呢 我们现在不是观呼吸 我们现在是观什么 观无常 那一样是观 你要想清楚这些事 我们虽然不是 比如说你在修定的时候 或在你念佛的时候 念佛的时候 你意念的是佛号 指齿名号 比如说我们都有念佛 这个名号也许是阿弥陀佛 也许是药师佛 我许是普门平的观世音菩萨 不管 就指齿 指齿就是一心 专注一心 就 就 就以这个为敬 那么 那么 就在名号上 那你在呼吸上 在名号上 都可以 那么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专注 那 你都念到很熟练了 这个名号的心不断 那你那个 你呼吸 观呼吸也是这样 你就顺了 那这个 你即使佛七刚出来 你也不会很照动 你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心里面还是这样念的 那别人讲什么 你知道 但是 你在意的还是 我有没有念阿弥陀佛 那么 一样 观呼吸也是这样 好 那观无常呢 观无我呢 那么也一样是这样啊 但是我们这一部分 比大部分的人 比较少操作 观缘起 观无常 观无我 那你要知道 不管什么境界现前 不管怎么境界现前 他都是缘起的 他都是无常的 他之所以也是这样 那么表示他是因缘俱足的 那么我要让他这样 不让他这样 那么我必须要从那个因 等一下后面就会讲 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 后面的静就讲这个 就说 我要让他这样 我不是改变 从他的果直接给他改变 我要从他的哪个地方改变 从因上改变 那因在哪里 一样啊 你要探讨他的因在哪里 所以菩萨有道种制就是这样 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 善根生前 然后他的因缘 然后什么样的法对他利益 这一部分就不容易 但是我们先不要管众生这一部分 我们先管我们自己这一部分 那么你之所以烦恼不烦恼 你之所以贪爱气愤 你的原因是什么 你支持什么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断烦恼之前要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之前要控制烦恼 控制烦恼之前要什么样 要认识烦恼 对 你要先认识我有没有起烦恼 我起了什么烦恼 我为什么会这样起烦恼 你连你起烦恼都不知道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调伏烦恼 控制烦恼 好那你知道你起烦恼了 你要控制烦恼 可是你不晓得你为什么会起这种烦恼 那么你要解决的是你自己的烦恼 它的根源在哪里 你的烦恼根源都是什么 我见我爱 你的所有烦恼根源都在我见我爱 所以这里要跟你讲的就是 你一定要不断观察你自己的身跟心 那当然阿含金里面他比较自视的说法 他通常就有一点 我们看 看久了会觉得他有一点套公式 就不同的东西 那公式哪来 公式哪来套进去这样 那实际上也是这样 但是解释说一般习惯的你就变成 好像公式化了 那你变成不会用 好 那么你要去观察这个身心 是我义我相在 是我义我相在 这个是观察这个身心 他 那么这个我 这个我 这个也是我 我在色中 设在我中 那么不管是我义我 五蕴即使我 五蕴之外有我 就集我离我 这个我一定是我建来的 我建表现在什么层次 也表现在对我的认可 我就这样跟你说了 我就这样让你知道 我就这样教你了 那么 他会觉得这个就是 不断不断在强调 对我的强调直取 那么有我建就生起我爱 就生起我爱 我爱就是只站在我的角度看待事情 只认同我的看法 只认同我的做法 那么跟我不一样的 那么一定是错的 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不对的 一定是不可以的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这样的观念 他就不断不断 有我爱我所爱 那么就是我看到的境界 那么我所拥有的 我所知道的 这些种种种种 那么由我建起我爱 那么重点 他叫你观 是我义我相在 好 那么我们平常要怎么观呢 那当然你自己坐下来的时候 你观这个身体是我吗 那么你可以这样管 那么你可以这样管 可是一旦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遇到境界 没有 五运六次 我们还等下来讲 我们来讲这个六处 六处有内六处有外六处 他讲到六处一定是内外两个坚收的 就是十二处 那么六处里面 言而彼者的生意 我们还要讲 这个色跟这个色是不一样的 那么五运里面的色 基本上是比较关照自我身心的 自我的身的 那么六处里面的色 就是关照境界的 然后彼者的生意 然后彼者的生意 面对色身相会出发 那么这里都是五运的色 五运的色是包括这里的 这两个是包括在进去的 是五运的色 是包含这里的 那六处的色就只是这里 色身相会出发 好 言而彼者生 那当你在 那你现在官 自我义我相在 那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么比如说 你坐下来的官 这个身体是我 现在想的这个 想身 现在讲这个身体 是我的这样的想法 是我在想的吗 反正就是你 你可以这样官色受想行使 那也可以 从佛法教你的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这个色 这是不断不断的 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组合起来的 地水火蜂 骨头肉骨血 三十六种不进组合起来的 那这个感受 是因为触对境界 那不断不断 一个水滴掉到 一个水滴掉到水里面 就会有刺激 刺激就會起水泡 那我们的感受 都是因为面对境界 起的一个一个水泡 那这个水泡不断不断在生命 好 那色受想行使 色如巨末 瘦如水泡 响如羊焰 行入八家四五幻化 都是这样 那羊焰就是 我们面对境界起想法 就好像这个 下过雨之后 阳光折射到水珠 出现是幻境 那么它是折射到 阳光折射到水珠出现的 一道幻境 那么我们 我们出现的种种想法 也是我们触对境界 产生的一种假象 心里面显现的假象 好 那你这样观 那在境界 现起的时候 比如说好 你这样观 是我亦我相在 那那个我 所谓的我到底是什么 所谓我到底是什么 好 那你到境界来的时候 你面对的种种人事物 你面对种种人事物的时候 你起了烦恼 其实在这个世间 很难不起烦恼 老实讲 很难不起烦恼 是不是因为 很多烦恼人 烦恼事 当然也是 五卓二世 五卓二世 很难不起烦恼 但是重点是 你是一个烦恼人 你如果是阿罗汉 你在地域里面 你也不会起烦恼 当然他不会到地域 就是你在五卓二世 你也不会起烦恼 如果你是一个烦恼 薄的人 那么你在五卓二世 你的烦恼 也不会重 如果你是一个 没有烦恼的人 你在五卓二世 你也不会有烦恼 如果你是一个烦恼 重的人 你面对的都是阿罗汉 你也会起烦恼 比如说提波达多 他也很多起烦恼 那么所以 所有的静都不过只是圆 他叫做恶圆 或是揽圆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 你的心 所以他会分 多吻圣地子 跟鱼痴无吻凡夫 智慧多吻的圣地子 跟鱼痴无吻的凡夫 那么智慧多吻 你看佛法都是这么讲的 他通常都是讲多吻 多吻圣地子 但是基本上就是智慧多吻 多吻圣地子 我们说这个圣地子 是指他的果 他的果 他的果 他之所以成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有智慧 那什么是智慧 他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多吻来 就吻思修正 那多吻是吻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多吻是吻什么 吻吻吻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思考 就像我们教你怎么思考 那思考之后 你要运用 就是要修 修当然有两种 一种叫做动中修 一种叫做静中修 那么动中修就是 你没有打坐的时候 你起来的时候 你这样关 你这样弄 但是这个能力要在静中修培养 就像你安定的心 他必须要什么 要在静中的时候培养 那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这么安定 你的知识 要必须在课堂上 或是坐在椅子上 看书的时候得来的 那么得来之后记起来 那么你书合本起来了 你的书 你的知识 已经在你脑袋里面 你不用看书 你就可以用 那么定也是这样 会也是这样 戒也是这样 那么当你在观五蕴 比如说你看 智慧多文圣地子 那么一个就是鱼齿无文凡夫 我们刚才要讲 鱼齿无文凡夫 他之所以是凡夫 凡夫就是起凡朗 叫做巨夫凡夫 凡夫有一个名字叫巨夫 巨夫就是聚足一切烦恼 烦恼束缚住你 让你不自在 让你痛苦 让你听这个也难过 听那个也难过 看这个也难过 看那个也难过 吃这个也要吃那个也要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你就变成非常多的烦恼 一种种的境界起 种种的烦恼 受种种的苦 那么这从哪里来 从鱼齿来 鱼齿怎么来 鱼齿就无文 无文什么 不文什么 不文无韵无产无我 所以佛陀会跟你讲什么叫说法 什么是说法 说五韵无产无我 这是说法 什么叫多文 文五韵无产无我 就是多文 所以他告诉你 告诉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就是从观照身心的无常 无我而来 重点是无我 因为生死的关键就是我见 解脱的关键就是我 生死的真结就是我见 有我见有我爱 所以才会讲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而有凡夫众生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说 我们通常就两种状态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五韵 不是 一个就是面对自己的时候 一个就是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想想 这个佛陀讲 讲有时候 他有一些比丘一生只听到这些法而已 他这个法他就回去 他天天就是依这个法 如理思维就这样运用了 你看他后面讲什么 他后面讲 但是 他有时候就会说 我文法语 之前有想 我文法语 这里没有说 我文法语 那么 会在一个地方 但 我看在哪里 前面就有 他会告诉他这样修 那他这样修之后 他就会跟他讲 请问佛陀为我说 那我听了之后 我会找一个 这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的想 好好的修 我们看在哪里 前面就有了 找一下 独一尽触 我文法以后 独一尽触 专精修行 不放异注 他通常都会这么说 我看在第几页 我文法以后 当独一尽触 在这里怎么会没有 我看看在哪里 前面看 要找就找不到 请世尊为我说 那我听到了之后 独一尽触 专精修行 不放异注 等一下我们有看到 再来讲 没关系 他通常是会这样 这个佛陀跟他讲了之后 就简单之后 然后问他 然后他常常会讲 那请愿世尽为我说 那我文法后 我们后面看到再来讲 我听了之后 独一尽触 专精实为 不放异注 不放异注 就是一直都以这个方法 为方便 你修行 基本上是这样 找不到 不过我们常常念 就知道了 不用找了 没关系 等会看到再讲就好 那么 他是说 你不管在动跟进的时候 你进中是这样管 好好想清楚 好好想清楚 想清楚了之后 这个就是诗 诗跟修 这吻 吻之后 钻精实为 然后不放异注 那么 他想清楚了之后 想明白了之后 那么 他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 比如说你们正在这 听清楚了之后 那你回去家里的时候 你打坐的时候 那么你会面对 种种的境界 那这些种种的境界 就算你做的时候 你也会面对 你的神奇的影像 想起 想起什么 他一样是一个境界 但是比较 比较不是现前的境界 那么 你一样是要把这个法男来用 就是 是我 亦我相战 比如说 我眼睛看到这个人 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那么 我产生烦恼 就是生气 他怎么可以这么 怎么 怎么可以 无视于我的存在 怎么可以把我当塑胶 那么 他感到很生气 那么你的心 你的心都在这个境界上 起烦恼 起承信心 承想害想 我们叫三想里面 欲想 撑想害想 害喜 撑想害想 那么害就是 要怎么 怎么要对峙他 那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如果已经养成习惯了 那么 你养成三种习惯 一个就是 这件事情 它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 必然有因有缘 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东西 之所以陷在我们的面前 它都是因缘和合的 因缘不具足 它不会陷钱 包括这个 比如说这个电风扇 那么 你看到这个电风扇 它能转 那么 或是它可以用 那么它是因缘具足的 它有种种 很复杂的因缘 那么 比如说 这个做电风扇的工厂 那你去把它买过来 拿这个叶子 它有多少零件 那 中间只要其中一个 因缘不具足 全面的因缘都具足 你没有把它买过来 你就看不到这个电风扇 那么 即使把它买过来 那么 这个 现在是下雪 假设下雪 你就用不到电风扇 你就会收起来 你也看不到 或是它坏掉了 或是怎么样 反正你现在可以 有这种境界限前 它一定是因缘具足 它不得不这样的 你叫它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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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它不具足也没办法 只要因缘具足它就会现前 好 那么所有现前的一切法 都是缘起法 都是缘起法 都是因缘具足的 包括这个人 这件事 这个东西 好 那你要去推测 这一切都是缘起的 那么 你有两个 一个就是 它是缘起的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因缘具足才有的 并不是他要让他这样 不让他这样 那么这个人 这个事 这个东西都一样 这个人之所以这样 那么 是什么因缘让他这样 他的烦恼 他的业 他的古报 那么 他的智慧 他的愚痴 就是 这些让他变成他现在这样 那么 你从这个地方去观察的话 你只会观察那个理 因为 它已经是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电风扇 它能用不能用 它为什么这样 它坏掉没坏掉 那么 你只是会 观察这件事情 你不会因为这件 这个 这个电风扇起烦恼 不会 坏掉就换个新的就好 或是怎么样让他转 你只是在这样想而已 怎么样让他有作用 那 每一件事 它的存在 如果你从缘起 习惯上从缘起去看待一件事情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 它都有原因 好 那么第二点 你还要才看到什么 看到无常无我 那么 还有 你不只要看到 这个 这个人 这件事 这个东西的缘起 你还要看到什么 你面对这个劲 所生起的 种种 种种烦恼 它也是缘起的 跟城市合而生处 那么 你为什么会 你为什么会 因为这个人 这件事 这个东西 就人事物上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 它也是有原因的啊 你不是说 正常的人都会这么想啊 那不一定 不一定 正常的人都会生气啊 那佛陀不生气 是不正常吗 阿罗汉不生气 是不正常吗 所以 你所谓的正常 就是什么 愚痴无稳凡夫 是啊 没有错啊 多数的人 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当时 在1250个阿罗汉 当中 那么你是新进来的 你还没证阿罗汉 你是唯一不正常的 如果你是在 你是在外道的团体中 都是凡夫 那么佛陀就是不正常的 所以 这个正常不正常怎么说 但是佛陀不这么分 佛陀分什么 有智慧的 跟没智慧的 知道无我的 跟不知道无我的 会关照身心的 跟不会关照身心的 心 能够如实正观这个境的 跟心 随着这个境跑的 不过就是这样的嘛 那你常常用这样来提醒自己 就是 你要关 它不是 现在我们坐在这边好好想 没有错 现在这边好好想 是要让你 让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你还能够继续这样想 你在学校学到的算术法 是要你在学校之外 拿来用的 你在 汽车教练场 学的开车的方法 是要你离开教练场的时候 可以开的 一样的道理啊 你在佛堂里面 在佛陀那边 学习到的 无我的观法 是要你离开佛陀之后 你面对众生的时候 不是你面对佛陀的时候 关无我 是你面对众生的时候 要能关无我 所以他离开之后 离开之后 他要好好把它想清楚 想清楚 要了解他的意义 所以他会跟你讲 那什么叫多吻 你要了解他的意义啊 你想错了就不对喔 你把三藏十二复背起来 但是你没有了解那个核心 你没有看到缘起 没有看到四地 没有看到中道 你就看不到无我 你看不到无我 你的智慧就生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治烦恼 你顶多只能什么 你顶多只能压抑烦恼 控制烦恼 但是你没办法调伏烦恼 没办法断除烦恼 而我见我爱正是烦恼的根源 你这个根源没有断 小境界 小境界就生小烦恼 大境界就生大烦恼 烦恼长期运作一个习惯之后 你以烦恼为常 以没有烦恼为不正常 那么这个久了久了就变成 你那个我见我爱 你不习惯观照我见我爱 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个佛法 通常都要用在我们的身形感受上 那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亦我相在 那么你这样观的时候 比如说你坐下来 我相信回去你们自己也会想 打坐的时候也会想 佛陀说五印 己印我 离印我 亦我相在 这是我亦我相在 那么你会想一想 那我到底是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心激进的时候 专注的时候 没有干扰的时候 这个叫静中修 但是比较难的是什么 动中修 有境界的时候 它刺激你的时候 你的第一习惯 你的第一习惯反应就是无名相应 随着每一个人的习惯 跟价值观不同 它反应的一定是不同的 它面对境界 它想法不同 一样是不同 同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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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妈妈跟你讲 你的配偶跟你讲 你的孩子跟你讲 你的好朋友跟你讲 跟你一个陌生人跟你讲 跟你生气的人跟你讲 你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是同一句话 它是同一句话 那为什么会这样 它夹杂的什么因素 让你反应不一样 夹杂的我见我爱 真的 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 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如果你也能够很平静的 第一个观察的 第一个观察的 是 我面对这个境界 有起什么烦恼 为什么会这么起烦恼 我在哪一个环节上迷失 爱取有 一定是爱取有 他后来才有生老变形又变老苦 他的爱在哪里 取在哪里 爱还不一定取有 但爱多数时候就会取 就懒卓上了 懒卓上就是取 抓着不放 抓着这个境界不放 抓着这个人的话不放 抓着这个人的脸色不放 抓着这个人的态度不放 抓着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不放 取 取之后就会什么 就会有 有就有什么 有苦 你就在里面结了一个结 这个结 平常没看到 会当下会让你 就是我们叫仓嘛 那么他当下会痛 但是过一阵子他又不痛了 境界没有就不痛 忽然间境界来了又痛 那痛到最后 仓会越来越大会爆掉 通常就是这样嘛 那你养烦恼就像养苍一样嘛 就肿瘤啦 庸嘛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就是这样 你养这个烦恼 还是像养肿瘤一样 又割不得 又不知道怎么割 没有下手处啊 那么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要自己好好的面对这种问题 因为 我告诉大家真的 在五十年后 大家都不在这里 五十年后大家都不在这里 去哪里不知道 但是会不会见面也不知道 要看有缘没缘 有恶缘一定会见面互相折磨 有善缘一定会互相见面互相成就 一定是这样的 你也不用担心 那你要有法缘你一定会一再遇见佛法 通常就是这样 那么你要跟谁在一起 不跟谁在一起 在一起之后 会有好事 会有不好的事 那么这个都跟你的业 你的缘 跟你的心有关系 所以我常常讲 关键就是三个 此心此夜此缘 那么你要好好想 常常让自己的心 常常让自己的心 不在我见我爱的强力运作下 你很难摆脱它 不太可能 不是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状况 有一点点勉强 不太可能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才叫做修行 修行从来不是顺水推舟 而是逆水行舟 真的 不过一阵子之后就好了 死则勉强 中则什么 泰然 真的 所以你就是内住到等辞也是这样 内住续住安住也是很勉强 修到最后 专注于去等辞就认孕自然 你不用勉强 你不用勉强 它就自然而然这样 真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修定的时候 你修无我观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刚开始要很勉强的告诉自己 要常常关照 我的我见我爱有这么强 你只看到别人的烦恼 你没看见自己的烦恼 你如果不习惯回观的话 那么你不太容易 在这部分得成就 那么你就算把杂案已经都读骗了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 你还不是罗霍罗那一种 没办法 罗霍罗 关五蕴 关六处 关缘起还没办法 你还不是那一种 你还第一种的 所以看你看待一件事情 解决一件事情 解决一件事情 我们就知道你的我爱我见的程度有多重 看你看待一件事情 分析一件事情 解决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人夹杂多重的烦恼在里面 那通常不离开我见我爱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你在面对眼 在面对色的时候 这个人 假设是这个人 不管是一件人 一件事 一件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你通常起着这个烦恼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低一个 很快的就察觉到我起烦恼 那有一些人也会察觉到 但是一旦察觉到的时候 他接下来的就是 一般来讲就是控制烦恼 可是控制烦恼之后 要怎么办 要解决烦恼 要调伏啊 那你要真正的调伏 要解决 你一定要去查明 这个烦恼的因在哪里 我到底在意什么 直取什么 那么我对哪一件事情 的观察不够仔细 所以我落在那个直取里面 爱取我 我的爱从哪里来 我的取从哪里来 那你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 基本上跟佛法讲的一样 跟尘世何而生处 处去受享受 爱从哪里来 明色六路处受 从受来 对不对 缘起爱 爱取有 爱的前面是什么 受 你的感受 苦受落受 就让你直取 让你直取 越苦直取的越严重 越热直取的越严重 其实碳跟千步一样而已 那么受的直取从哪里来 从处 对不对 处受爱取有 那受从哪里来 四明色六路处 有没有 从六路啊 有没有 一样啊 那么你从六路 四明色六路处 六路基本上就是这个 内六路处外六处 你从这一边境界产生直取 那你你如果习惯了啊 佛陀说处受爱取有 那么我这个受从六路 内外内外六处 等一下后面 后面六路处的时候 讲了就很多 都是讲这些 那我们有时候会 讲多讲习惯了 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啊 那如果只有这一步经 只有这样 我们就会这样想 但是太多了 我们就会觉得 都一样 也没什么好想的 反正就习惯了 念习惯了 就不太会去想他什么道理啊 你要常常这样想 从各个角度想 从五蕴 从六处 从缘起 通常是这三个 从五蕴 从六处 从境界 就是你从自己的身心 从对境界的反应 然后从反应 就是反应之后 你观察到这些的时候 你想一下 这个源头是什么 追根溯源 追根溯源 就找到那个源头 那个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个火是从哪里烧出来的 那个风是从哪里吹进来的 那个贼是从哪里跑进来的 那么你好好想这些道理之后 慢慢慢慢往上追 你就会在哪里控制 在六处这边 在六处这边 所以叫做 有时候它叫做什么 根溯源 在这边控制 六根 在六根 一教经也是这么讲 就是要先控制你的六根 然后控制你的心 那么重点在控制你的心 你从这边慢慢慢慢去理解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第一个想到的 你第一个想到的 绝对是 绝对是从因这边下手 而不是从果那边下手 你一直在这个境界上 转转转转 转死了 这个境界走了 还有另外一个境界 就好像你家里有老鼠 你如果想的都是 你如果想的就是 怎么抓到这只老鼠 你如果想的都是 怎么抓到这只老鼠 那么你永远有抓不完的老鼠 你知道吗 你要想的是 老鼠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想的是怎么抓到它 这只老鼠抓掉了 还有下一只老鼠回来 下一只老鼠抓了 还有老鼠回来 永远都会有老鼠 因为你这里有诱因嘛 你要想的不是 用什么方法 可以抓到老鼠 你要想的是 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地方没有老鼠 这老鼠为什么会来 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源起的东西是这样嘛 你如果对它没有好处 你请它来 它还不要来 你信不信 你把一堆老鼠关在那里 都没给它吃 没给它水 它会想办法 跑掉 没有 你要叫它来 请它来 它都不来 没有好处 它要哪里要来 你有好处 有那个诱因吸引它 你叫它走 它不会走 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 那么 那境界呢 烦恼呢 也一样啊 也一样 你要想一想 你不是要解决 别让你生烦恼的禁 就好像你要把老鼠除掉一样 你要解决的是 你生烦恼的因 你生起的烦恼已经是果了 你只想到是这个人让我烦恼的 我把这个人除掉 我就没烦恼了 不是 你因为这个人 那个禁止是反映你的心而已 只是反映你的心 就好像 你早上起来 看到这里 有一个鸟屎 还有一个 还是一个鼻屎 你会去插禁止还是会插你的脸 你一定插你的脸嘛 那个禁止只是反映出你的脸上有这个东西而已 不是禁止上有这个东西 它只是反映你的脸上有这个东西 你一定会回来插自己的脸嘛 好 那我们看到的境界也是一样啊 一样啊 它只是反映你的心而已啊 你要回头过来处理你的心 而不是处理那个镜 你把镜子打破 哦 那个 那个鸟死不见了 鸟死不见了吗 没有 你再去照另外一个镜子怎么又有 你又打破 我告诉你 没完没了 先下课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看 感谢观看